今天你刷到凌晨你也刷不完 我也说 自己干的事自己收拾 我们是开饭店的 家长在店里忙着做生意 没有时间管孩子了 他放学了就自己在外面玩 看到外面扔的输尿 可能觉得好奇吧 就自己拿起来滚 电线杆子上 大片的地面上 粉的到处都是白色的 当时看到之后都快气炸了 这么大一面积都吓死了 城管第二天就找过来了 见他两天之内必须得刷干净 我儿子当时还意识不到事情的重要性 我就跟他讲 我这个是油漆很难弄掉的 这下我一说你摊上大麻烦 他吓得不行就哭了 后面就赶紧让他亲你 是那个地面还没有完全干透 让他用热水 用刷子 用抹布给他刷 最后弄到凌晨一点多吧 就先让他回去睡了 让他第二天早上继续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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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